大家好 我是明月 那在我们的哈尔滨啊 可是有着东方小巴黎的美充 所以呢 现在在我们城市当中 也有着越来越多的人呢 比较喜欢那种有文化特色和内涵的 这种美食餐厅 所以说不有地域性的餐厅 一定会受到大家的天爱 而我们经常在红山路这边 然后走走平均的时候 你会发现有这样一家餐厅 叫1918中餐厅 刚进入餐厅 就能看到各个时期的照片 20世纪初的哈尔滨 东西文化交融碰胀 正是这种交融式的文化底蕴 让哈尔滨独放异彩 在1918中餐厅内 根据各类哈尔滨重要历史文献 而还原的用餐场景厚重浪漫 不过厚重的历史背景 并不影响这里人气火爆的事实 进这么多食客的奥秘是什么呢 第一次来吃的就觉得非常不错 非常辛苦 装修非常有特色 氛围很好 喜欢吃它那个马鲜鱼 山东拌餐 老式火锅 抽鲑鱼 有个叫什么牛腾中天的 那个不单纯是做得好 样子非常好看 而且吃上这个肉非常丝滑爽口 口味比较重 但是确实很香 在1918中餐厅 新客总能成为常客 情怀是沉淀 也是用心的体现 看看明月会为我们推荐 哪几道特色菜饼呢 一进到1918中餐厅之后 你会感觉整个氛围 特别的温馨 然后有一点小复古 还感觉挺热烈的 其实这个1918呀 听老板说呢 这个来源就是因为 1918年是哈尔滨历史当中 非常一个重要的节点 那当时呢 俄国是十月革命 所以有很多的俄罗斯人 来到了我们的哈尔滨 也让我们这座城市 变得更加的丰富 更加的洋气败了 来到这家之后 我们主要是品尝这里的美味的 那要为大家隆重的介绍 一位人物呢 他就是这里的这个主厨了 苏大厨 哎 苏大厨 这咱们是初次见面 因为我也是第一次来到1918年餐厅 环境真的太好了 然后来到这之后 您向我推荐了几个 这个正变制菜是吧 这分别都是什么呀 这个是牛区芯田 然后大家发现了没 他们家的这个牛肉非常大块 而且它的那个颜色 就有点像巧克力的颜色一样 然后这边还专门配了两种料 所以在这边 我来尝一下这个 我空嘴尝一下 它的这个人体的味道 真的太香了 中间大家看得到 这一丝丝的 都非常的带劲 而且外圈它做得特别好 就像焦糖一样 您摇起来还有一点那种挂丝 然后非常甜香的味道 在口腔当中回味无穷 弥漫开来 牛肉素有肉中胶子的美称 1918的这道牛气冲天 你可能在别的店 真的没有吃过 采用上好的牛上脑 搭配厨师的秘菊酱料 味道自食不必说 光看搭配牛头骨 和仙气缭绕的造型 就让人食欲大增了 那除此之外呢 这个牛气冲天 第二道菜 这是鱼吧 这是什么鱼 这是抽被鱼 这个抽被鱼的做法 突然间让我看到它的样子 有一点联想到 就是湖南那边 那个剁椒鱼头的感觉 因为它是那种红色 红辣椒和绿辣椒圈 然后糊在鱼上面 但是味道 说实话 我还没吃 但我闻到这个味道的时候 稍微有点抗拒 为什么要做成这种做法呀 它是安徽的一种名菜 它是安徽的名菜 咱家配的 它就是安徽的一个大厨 所以说这道菜吃起来了 吃起来不臭 闻的时候 但吃起来的特别香 而且 太香了 这个鱼肉的滑嫩 好像似乎有一种 那种胶质的感觉 而且我现在吃完之后 好像有点停不下来呢 又有些一口的 就是因为它那个汤汁的味道 调得特别的棒 会让大家觉得 跟臭豆腐的汤汁又不一样 好像比当下的鲁鱼 毕竟是一道安徽的名菜了 安徽省的特色菜 经过厨师的改良 更适合东北人的口味 臭豆腐搭配桂鱼 能有什么样的口感呢 没尝过 还真的想象不到 而这边有一个 在1918中餐厅 非常独特的菜品 穿锅底的是吧 还不叫穿火锅 因为大家看到它样子 会想到火锅 其实呢 这是一道满足菜 在东北民间的一个延续 我觉得它好像看上去 非常的丰盛 数十种菜品 集中在这锅底当中 来尝一小口这个 穿锅底当中的这个酸菜 因为这个酸菜 是穿锅底当中的 一个主角的 它也酸 但是能够接受 而且那口感 好像会更加的爽脆一点 吃起来特别带劲 就像吃小咸菜一样 能够解腻 老师的铜火锅 是不是唤起了 你对儿时的回忆 其实这道菜 是满足传统火锅 在东北民间的延续 做的是味蕾上的情怀 品尝这里的每一道菜 都会产生与历史弹琴的心跳 明月不光自己吃的开心 也想着为观众谋福利 那像咱们1918中三厅 大家开了多久了呀 我们到7月3号 正好是三周年 三周年 对 三周年 那这三周年的话 这些进来的时刻 应该有很多都是老时刻了吧 对 那对新老顾客的话 三周年咱们1918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回馈呢 或者是 或者是一些什么优惠之类的 有的 首先我说的就是 首先感恩 感谢 宾客 一路的陪伴和支持 1918还一直在路上 我们在不断地更新 不断地创新 1918永远是我们的家 然后呢 我们在7月3号的时候呢 包括大厅的菜品 八八折 包括各种抽脚 包括提咱们朝向新博 对对对 提节目 看节目的朋友来呢 也会有这样的运动 都有更大的一个折扣 所以说 先保留一下 先保留一下 还有一点神秘感 因为我觉得 其实来到这家店之后 包括大家看的高下 我们在这品尝菜品的时候 应该就会吸引了 很多朋友的一个兴趣 来到1918中餐厅 你会感觉到 不一样的这个氛围 还有历史积淀 所以说在这吃饭 是非常非常有情怀的 而且向老板说 我真的觉得在这 看的不同的历史 自己也会得到一种虚拟 推荐理由 餐厅里的城市味道 味蕾中的人文情怀 推荐菜品 老式烧鸡 牛气冲天 窗锅底 营业时间9点至21点 嗨 你好吃了吗 我是私营 私营继续带各位搜我美食 有很多朋友困惑 说这个美食究竟是什么味道 一位美食专家给出了一个定义 就是这个美食 就是你第一次吃到它的那个美味的记忆 带各位来到 好 谢谢大家 我先去吧 我先去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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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元一份的毛肚锅 除了必备的毛肚 还有海带、木耳、菜卷等搭配 推出的鸳鸯锅底 可以帮助区分微辣和麻辣 孟老板自己吃的大片毛肚 给大家看一下它有多大 大家看到吗 这个好像是在平时的店里很少看到 就一片毛肚 就这么大一个 你看 这是一片毛肚 哇 听老板的推荐 我先尝尝看 好嫩哦 好嫩哦 我觉得可能在其他店有的时候吃那个毛肚 就是很担心 它嚼不赖 这家毛肚就有点入口鸡化了 感觉非常非常嫩 它那个毛肚的肉感啊 这家有海带、木耳、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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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这热性腾腾的毛肚 我特别想问一下孟老板 还有什么其他主意推荐的店里的特色 西纸粉丝 西纸金神鹅 我已经看了西纸粉丝垂涎欲滴粉丝 因为它这个虾仁让特别的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阿里巴巴大串烧烤 人均消费55元 优惠信息 消费满100元 赠100元代金券 朝上春博 我是师伯 今天师伯带大家来吃烧烤 今天说是烧烤 二冬很多的价格 为什么来看他家的店的名字叫做 烧烤学硕士 竟敢说自己是硕士的 而且有很多秘密在里面 究竟他们家有多好吃 而且他们家是三十年的老师父 其实冲上是师父 我也要来探一探究竟口味如何呢 吃起来 走 只需要 表现出家宅 每天多的东西 做春天 都是一切 你们都想到 先来一块 干什么 来 做柏肉 何复肉 来一份 好嘞 我在外面吃肉水平是好 大家的肉我比较放心 所以很健康 对对对 他们家什么最好吃的 青黄菜 就是你笨这两个人来的 就是串 我比较喜欢吃他们家的青黄菜 但是烧烤是头子 当然是头子 据说这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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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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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以后就是你炸完之后 容易黑吗 就是变散了吗 第二个 嗯 第一个抓货 抓货 抓货是要放水 可以可以就可以 用豆油 为什么要用豆油呢 塞拉油或者说橄榄油不可以吗 不可以 豆油吧 第一吧就是放豆油颜色好 抓点豆油 啊 然后呢就是炸的时候呢 颜色好 第二呢就是说它不帮 现在就是 这样炸出来就焦糖就黄了 是不是就那种 豆油的炼勺子好像是 啊 咱们家这个就不 我每次都没有放这么多 这样还要多放一些 然后呢 这同时呢咱们切点小料 这个可以切成四嘴 切成四嘴 切成四嘴 感觉葱花蒜花放点的味道特别好 你切准备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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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白糖 白糖 我有这么多白糖 我也得那些 要不算那口吃 菇花肉不可以用 不可以 不可以用老醋 对 你看看很多人 啊这个醋直接就放在这个糖里 对 对 糖不放了 对 糖不放了 菇花肉不可以放过醋 酸甜的还要放盐 对 菇花放点盐 洋液口就有底味 放点老抽 老抽 正常应该放成汁的 咱们没得上色 放在这边 油温得烧七成热 怎么这么想 哎 这个东西在家里 就是说咱们有专业的机器怎么样来 掌控制的油温 这个你看油有点要冒烟了 它就基本上就是 把油的七成热 哦 就是稍微有点烟出来了 对对 就是七成热 炸之前 给它抓 再抓一把 给它抓匀 哦 炸之前还要抓一下 是吧 对 给它 稍微抹一下 把它弄纸是不是 现在炸出来好看 好漂亮 感觉像艺术品牙 嗯 菇花肉呢 炸到这个肉身 你看 在这边的肉 把它捞出来 一会儿来炒 炒那样的 炒那油 哦 这高油在那里炸一下 这个外出已经 对对对对 要不然直接把肉 给它炸出来 这不捞出来 这一会儿 再要炸一点 是吗 对对对 然后呢 再敲一敲 再敲一敲 为什么呢 就是把里面的气儿 放一放 然后外出里嫩吧 敲一敲 会儿 气儿 对 对 现在里面有气泡 哦 敲完以后呢 就让它洗一会儿 洗一会儿 再里面炸一会儿 你能找到什么颜色呢 还是金黄色吧 金金黄色的 肉里面的红色都厚出来了 嗯 好 现在找到这个桥了 哦 已经硬了 对对对 好了 这就是好了 这桥都捞肥了 哇 真漂亮啊 就是这个饭店的颜色 是不是 这样放一看 这样炸出这样的 我儿子会多吃好几块 这不可以开始炒了 这个呢 正常那汁儿说 吃点热的味道 这油不是热的吗 把这糖 吃点热的味道 放下来 放一会儿 放一会儿 把汤烫一下 对 然后呢 炒的时候 稍微放点底油 稍微放一点就可以了 嗯 它会比较 对 然后把这个配料放了 放下来爆香 我先放入蒜 对 因为汁儿都已经调好了 我那一烹就可以了 你浇一下 嗯 哇 哇 好香啊 这个酸甜的味道已经出来了 这个酸甜的味道已经出来了 已经马上就出来了 这个酸甜的味道已经出来了 很香 炸的时候不适合 炸的时候不适合 好痛 炸一下 嗯 哇好好好脆 好脆 然后里面这个肉也很嫩是吧 对 里面肉再也不用了 会做了吗 会做 嗯 这个诚意满满的 这锅包肉就送给你了 嗯 本来给你提前的观众朋友 如果你在做菜方面有任何的问题 或者说 哎你想吃哪道菜 怎么就做不出来呢 记住 朝上生活 我们有大厨到家 帮你解决一切 关于美食的困难和难题 我们一起吃起来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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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